实在顶不了了 真的这个肚子受不了 连腿都发软了 叫了个汉堡过来先顶顶肚子先 这个汉堡还是肉太烧了 今天去里面太伤了 都吃了一个羊肉粉 早上去晚上才出来 关键是手机也没信号在里面 咱们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猪 这个上边是台的 咱们用都是黑猪做的 香猪 腿短 跟我们视频也是一样的 这个腿很短的 这个嘴巴是有个王字的 都是用这种猪来做的 先吃了先吃饱 咱们再把这些打包 好吧 这个是秤好了 然后上到平台上面来 带着上面写好 这两根腊肠 是腊肠送给大家的香猪腊肠 这个是不收费用的 这两根 14块钱 这个是送的 今天晚上 真的 好多大单的 有的 8-16根的 分成两袋两袋的 就两根装一袋了 送你 今天都很多回头买了吗 都是买个 十几 十几斤啊 十斤啊 8斤啊 这种 有好多的哦 今天 应该有个 七八单吧 都是14 15根 这样子 基本都是回头客嘛 所以说先卖出去嘛 肯定一年比一年好的 是吧 对 今年的顾客都比去年好 去年买过的 他们都回来买都说好吃 相信明年也会好的 对 这个是124 之前有的朋友说 晒的比较干 有点硬 然后不要难嚼 你切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嘛 这一批的话 就是已经 已经控制了啊 已经控制了 没有之前那么干了 现场搞一根 搞一根 你们看了 这个是 带有排骨的 没有骨头的 有的朋友们 我说 是不是有骨头的 没有排骨的 整根骨头抽出来了的 脆骨的这里 嗯 来 这个没有这么硬 小心点 这个五花肉均匀 是不是 就一截的话 排骨肉厚一点 全部是瘦肉的 只有五花就是这个位置这样子 之前熏的就比较干一点 这次熏的没有那么干了 这个留着明天 咱们炒猪笋干吃 可以 周围有猪笋干 这个就是 大白猪了 这种就是大白猪了 对 这个咱们可以对比 这种比较很重秤的吧 这一条有多重 这一条 一根三两 对 咱们这一个 八两 八两 六十三 是不是 它这一根是 一百零七 咱们 这个不是我们卖的 我们拿来跟给朋友们做对比的 香猪 跟大白猪 是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买了肉 然后自己弄了一根 所以看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了 一样的 这个我们也 也跟这个一起熏的 就是为了买买这个五花肉 就是跟这个一起熏的 然后做给大家看的一个肉 对 但是这个肉是 如果是人家做的话 应该也不会这么轻秤 这一个人 对 因为我们熏的比较干 一起熏的 咱们蹭完 上完链接 下班了 现在刚刚太饿了 现在我吃这个 吃一个汉堡 它还没到肚子里面 这个腿还发软的 好